好 今天早上几乎是全台各地都下雨 尤其是集中在北台湾的地区 要提醒您气象局势已经发布了大豪雨特报 而在中午过后这雨区会往南移 在下午开始中南部地区也会有明显大雨和豪雨了 尤其现在也进入了梅雨季 受到了滞留封面的影响 这一波雨势会持续三天左右 滴滴答答雨下不停 受到封面影响从11号清晨开始 新竹以北地区出现举步豪雨 导致淹水灾情四起 比较明显的对流系统发展 都是集结在比较北台湾这边 那目前的累积雨量上来看 在新竹以北的沿岸边 都是明显的一个状况 截至目前降雨量集中在北台湾 根据气象局统计 阳明山安部降下235毫米雨量 新北市金山雨量也非常惊人 11号中午过后雨区难移 中南部地区下午要开始提防强降雨 12号雨势将会更大 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曝 台中以北地区出现大豪雨 宜兰南头彰化高平山区 则有大雨或豪雨 天气状况都是极为不稳定 各地是容易有震雨 或是雷雨的天气情形 那一直要到稍微比较缓和 可能要到礼拜二过后 这波雨势会持续三天左右 母亲节假期天公不作美 提醒民众避免山区活动 行车多加留意 中天新闻唐一辰 双日敏台北采访报道 中天新闻唐一辰 谢谢大家